这几个不怕死的年轻人 竟然在坟地里挽起了捉迷藏 可诡异的是当他们回到帐篷时 却发现好友阿勒失踪了 于是等到天亮后 一行人赶忙重新返回到坟地寻找 可他们找寻了一番后 却依旧没有发现阿勒的踪影 然而就在众人一筹莫展示 几人突然在角落的一处空地上 发现了一座新坟 上面还铺满了鲜花 然而恐怖的是大家定睛一看 这座坟墓上的一招 居然正是他们要寻找的朋友阿勒 而上面的死亡日期正好是今天 他死了 为什么他会死呢 鬼啊有鬼啊 几人见状彻底晃了 但一个同行的伙伴 还是不相信阿勒已经死了 于是他提议 前去找村口的守木老伯问个清楚 于是几人一路摸索 终于来到了村口 在这里他们刚好碰到了一个 散步的年轻小伙 小伙得知了几人的来意后 却告知几人 他们要寻找的守木老伯 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去世了 几人听后一脸的猛圈 然而就在这时 他们身后的铁门 却叫人 看着老伯的一招 几人一致认为 他们定时遇到了藏东西 于是他们也不再追寻 准备赶忙离开此地 可正当他们逃跑时 消失了一天不见的阿勒却突然出现 生龙活活地和大家打招呼 众人一时间也不知道 此时的阿勒到底是人还是鬼 而阿勒为了让大家相信 于是便让蔡姐帮自己证明 你骗我 你真怪 你没事 大家健壮 终于松了一口气 觉得阿勒又来了一场恶作剧 经过这次的风波 众人也没有了再带下去的心情 于是随即一同来到码头 准备乘船离开 可上船前 阿勒却突然叫停了蔡姐 不要再胡闹了 什么 人家人无药可救 随后蔡姐一口答应 与朋友一同上了船 众人上船准备交六个人的钱 可划船的老婆婆却疑惑了 你们只有五个人呢 你们有眼花吧 什么 快下来啊 快快快 快下来啊 快点快点快点 快下来啊 妈 没人嘛 她就在那啊老婆婆 阿勒快下来啊 你要去哪里啊 上船了 不要闹了啦 哎 真的没人吗 有啊 她就在那里啊 老婆婆